你點了墨 你一定要索筆 如果你不索筆 那些水就會化到一下子 OK 所以你一定要索 索完之後 你會知道筆裏面還有多少水 然後你才點墨 點了之後 畫蘭花的撇葉 第一樣就是中鋒 而且絕對不可以扔掉 一定是離開筆 中鋒就是 你看 一筆直去 中鋒的時間是你這裏跟去 所以不可以扔掉 第二筆 第三筆 然後 下面可以平了 下面是找到一堆的 不是分開的 我們去剝蒜 然後 走一遍 然後我們去剝蒜 劈了 international 這下面 我剝攏 一剝布 那你們去剝攏 一些水分 大堆的蘭花 中國蘭花是很細葉 而且看起來很矜貴 所以當我們撇了葉之後 放好位置 如果蘭就是一堆 位置就是一寸 通常我們會先畫位置 先畫位置 它有一個橫 就是先畫的 先畫了 淺紋 然後每一朵花 每一朵花開大時間是五份 但通常有些是四份 因為這裏夾住了 花包還沒開 把花放在樁上 然後花放在樁上 黏著的花 最後 這裏有兩片葉包著 最後就是點花芋 謝謝 謝謝